車子行駛在國道一號三一路段 開著開著就發生車禍 整台車撞上前方的大貨車 行的記錄器瞬間變成黑畫面 但在看一次當時的過程 擋風玻璃上有反光 仔細一看竟然是手機的APP遊戲 原來當時駕駛邊開車邊低頭玩手機 沒有注意到前方的車況 直接撞上大貨車 肇事駕駛車輛慘不忍睹 這駕駛人發生因為他是追撞到大貨車 所以這駕駛人他是當場受困於車內 沒有何久的現象 同樣發生在國道上 週六中午中港交流道 這起六車追撞意外 這台冰室車疑似沒有注意車況 撞上前方的藍色收履車 把人家的車屁股整個撞 還波及到另一輛冰室車 以及另外三台車 損失賠償都得由肇事車主負責 他就塞車了 前面出很多 他說他自己轉過去 他女兒在哭了 他就沒有看到前車 就直接就上車 幾個小時前在豐原路段 也發生五台車追撞的事故 五台車全部都是迎娶車隊 自家人撞自家人 伴娘們還穿著白色禮服 腳踩高跟鞋 拉起裙擺站在國道旁 等待事故的排除 而這一狀恐怕也耽誤婚禮的進行 三球正名堂 潘颖文 台中次要報道